所有的这个进展 又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我们的心又跟我们这一套理论有关系 所以所有的东西又跟师兄师律有关系 所以你的分秒间 你中你在看着你生活中的品质的当下 你叫严格把关 把关着你的这一刻 你有没有好好的真正的活着你这生命中 该要活出来的精彩 是不是 你说这一刻你又在担心了 这一刻你又在胡思乱想了 这一刻你又在猜忌别人了 你就白活了 你乐观我告诉你 好事就成真 你不乐观我告诉你 本来没事都被你想出乌鸦事情出来一箩筐 所以这时候就讲了 不管你今天是跟着你的家人 还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的同事 你都是乐观 而且把别人都是想好的 不想坏的 你身边你就容易国关 你天天是帮别人都是坏的 都是坏的 缠着你最后锁死的 是你自己锁死你自己 捆绑的是你自己捆绑你自己 什么时候绑的 每一秒钟 一不注意就绑一条 一不注意就绑一条 哪一天绑太多了 就不自在了 后面就 不自在 这是形容词 这是什么词 形容词是吧 这形容词久了 它就有可能变成动词去执行了 不自在哦 它是一个力道 把你给捆绑 所以 人生嘛 好也是过一天 不好也是过一天 你能不能好好的过一天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 抉择点上 还没有办法成真 但是你要把它演得跟真的一样 所以就是你转 静还是静转你 就是这样 你说你转静 哇 导致我一直在演啊 我演得好累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把这中间的 互动性 关联性 这个道理性 知识性 SYZ性 全都不想通 你就能够走得远 走得久 乐观 进去 对不对 你是想这一下 当下 导致在讲这一件事 对吧 你就当下随便想一下 懂啊 懂啊 我跟你讲 这乐观永远就不属于你 就到你身上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或者永远都没有 不属于你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我说这东西没办法 只能自己 自己 天天摸索着 到底是不是这样 所以当一个人 他乐观的时候 他的气场 或者是 那个什么水的结晶 是吧 看过那个例子的 你身上的这种气场 导致你 细胞各方面的 他会漂亮 对不对 你才会美 所以在超马世界里面 男的帅女的美 这是正常情况下 你看看你隔壁 应该是美的 对吧 只要是不美 就拉出去痛点 代表没有在修为上 是不是真的 有把它做可能性的 最大优化 毕竟在千万年间 在这一世又一世的轮转中 有太多的主题 有待于我们今生 好好的抓住机会与时间 你千万不要告诉自己 我有一种感觉 没有那么多感觉 那么多感觉 你只有好的感觉 没有坏的感觉 就是这样 你只要一种 我有一种什么感觉 自己先去太阳光底下 拔战 坏小子 是不是 哪那么多废话 听见那么多感觉 哪那么多感觉 我一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